好 食物我们解决了 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居家环境不解决 再怎么吃 过敏还是会找上你 好不好 但是居家环境 我们到底要怎么维持 不让过敏源产生 这真的非常重要 好不好 然后我们一样请三位来举牌 好 请问 每个星期洗床单就可以预防过敏 对不对 请举牌 每个星期也太快了吧 欣怡你每个星期洗 我两个礼拜洗一次 我也是 这正常吗 对啊 爸妈 你看我们多用心 一定要的 一定要 因为床单很容易诱发成满 对不对 对 那陈医师 为什么你觉得三角形 因为要确定你的过敏来源是塵满 对 你如果过敏来源是猫狗 或者其他东西食物好了 一起洗床单也不会有用 也不会 所以像我们两个的小孩 一躺上床上就比塞 那个就是床单有可能引起的 对 所以那陈医师你的建议 多久洗一次床单最好 两周一次其实就不错 哦就可以了 塵满两周繁殖一袋 两周繁殖一袋 让它下一袋无法再繁殖 断了它的后路 还后代 我们洗床单的时候还要用热水烫它 没错 有用吗 有用 有用 对 大概50到25度以上的热水 塵满下去烫一下之后 大概10分钟就死掉了 就死掉 那如果我再懒一点 我能不能不要洗床单 我用运动 把床单给烫 烫一烫可以吗 烫完 烫完还是 它不会跳 它不会跳 它是爬的 它是爬的 对不起我 我用回来塵满个跳槽 可是如果你只有烫过 没有去洗的话也不行 因为塵满尸体一样会导致过敏 真的 它的大小变从软都会 所以塵满是不会移动 就在同一个地方 它会爬来爬去 刚刚 对 刚刚说已经烫死了 我是说用烫的吧 烫死 但是意思是说它的尸体 对 还是会引起过敏的 尸体也会 对 凉恩姐有教你一个方法 如果真的没时间 你出门前 如果那天有大太阳 棉被啊 床单折一折 放到黑色大塑胶袋里面 拿去顶楼晒 因为你温度 对 一般夏天温度高 里面可能有可能悶到五六十度 对 就可以把它悶死 跟那个超主小朋友玩具师 还有绒猫玩偶是一样的 对 然后好了以后你就拿出来抖一抖晒一晒 你真的好胖胖喔 对 甩一甩 你这么懒惰喔 哈哈哈哈 不是 爸爸会说的话跟妈妈不一样 真的 因为妈妈会说 就不是很麻烦 因为现在有时候要晒真的不容易 对 真的 要找一个地方能晒 而且我说实在的 当你床单洗好 你放在阳台这样晒 风这样吹 灰尘这样跑 晨白不是一样在上面吗 不会 晨白不会在天空飞啦 是吗 是吗 是这样 我又误会塵蚊了 我们都在塵蚊不太熟 真的耶 我以为塵蚊会飞来飞去 真的 塵蚊其实都在床里慢慢的移动 然后吃一些皮屑当维生这样子 只有当小孩子可能就是常常跳来跳去 枕头这样放放放 才飞起来 喔 原来是这样 如果我再来一点 我不想洗床单 我如果出门的时候 拿一块布把床盖住 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把它掀开 这样可以吗 这样没有什么用吧 没有什么用 它在里面繁殖 好啦还是乖乖乖洗床单好了 而且光洗床单 你的床垫搞不好也有成满啊 对 床垫没处理 还是会有啊 那床垫该怎么办 床垫有两个方式啊 一个就是拿吸尘器 哦 吸尘器 可以过得去吸 可是吸的效果还好 因为床垫那么厚 对啊 下面吸不到 另外的方式是用防满床套 直接把床整个套起来 哦 防满床套 套起来成满就整个风死出不来了 噢 进不到床垫里面 也出不来 它出不来 所以它在里面再怎么样繁殖 它都会死掉 因为它没有东西吃 是的 太棒了 给米饭 聪明 厉害 好的 接下来一定要让它死光光 好 接下来下一题请问 加油过敏儿 最好不要摆地毯 对不对 请举牌 嗯 三个一定都对的啊 而且地毯很容易飞那种毛屑 毛屑啊 是不是超容易过敏 而且地毯那边走踢踢踢那种毛屑 就这样飞起来很容易 就算没有过敏的人 它也会有打喷嚏的反应 流鼻水的反应 因为会把那些脏东西喷出去 对 可是你们不懂 家里一定要放地毯才有家的温暖的感觉 哈哈哈哈 如果真的要放地毯怎么办 谁时 你也只能去吸它了 或者是要积极的做厨师 厨师 对 因为地毯除了成蛮之外 还有毛屑 另外它很容易发霉 地毯会很容易发霉 因为我们脚上湿湿的直接踩上去 有脚汗多的一直踩着 就一直吸着 对 在地上随便不容易干 所以常常抖一抖之后 那个黴菌包子就飘起来了 我想问谁时 那如果地毯的材质不是那种布的 它是那种像桌垫那种编织的那种 您说很像麻料那种吗 更没有那么布的感觉的话 有可能就是它超薄的那种 只要是有纤维 然后跟人会长期接触 又不太能使用 这东西都还是会有 我懂就是你的意思是说 它是组织很密 它有可能藏在里面 对 所以还是不行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天哪 我们太不了解成蛮了 你以为它会肥 我以为它会跳 我们两个真的愚妇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跟我们比较 不要不承认 暂蛇 我不能记住 我不能记住 这是什么 你应该 sûrement